終於通關了 經過三年的疫情 終於在今年的1月8日正式開放口岸 在開放口岸這兩天 官網數據統計下來將近十萬人 在兩地政府的積極配合下 亦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名額 讓我們各位市民可以在善罪預約 在1月8日這一天非常有序地通關過來 亦是當日很多街坊見到我們自己的朋友 親戚及家人 而目前拜託街坊主要是選擇通過陸路 可以走到我們深圳那一邊 所以減少走廣州大橋仍是佔少數 所以今期視頻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們回到中山 最直接的方式及最便捷的方式到底是哪一個 不妨去橋外鏡頭繼續往下看 接下來在香港來到中山最便捷的方式分別有兩種 首先第一個就是坐船 坐船的上落點比較單一 唯獨是去到我們一個中港城碼頭 直接坐船去到我們中山角碼頭 中山角碼頭就位於中山火的開發區 亦都算是城中心的一點 接下來去到周邊鎮區亦都算是便捷的 有客運公司還推出了一條龍的服務 就是包括核酸報告 包括車票全程199元 包送到深圳灣口岸 按照目前收集到的資料 亦都要按照以下四個客運公司為主 分別就是中旅、榮利、環島中港通和永東巴士 當中後三間公司將會在本月的15號 會逐漸開放過來中山、佛山、江門等地的班次 如果大家趕在15號之前 唯獨有我們中旅 目前可以賣到我們的班次過來我們中山 預約買票方式亦都非常簡單 大家只需要打開我們的WeChat 在上面的小程序或公眾號 收索相應的客運商 就可以進入小程序入面 進行提前買票 再者大家亦都可以通過連繫電話 提前預約諮詢 去到實體門店去到買票 因為目前單單只可以在中旅 看到為數不多的班次和上車點 票價大約是180元左右 如果大家想參加更詳細的上樂站點 又怎麼辦呢 於是我們唯有是拿回往年 未封關之前的資料和大家進行分享 分別有兩種 首先剛才提到我可能有坐船 第二就是坐中港直通巴士 首先是坐船 坐船通常只有兩個點 中港城到中間的碼頭 分別就是在早上8點到晚上8點 都會有班次可以作為選擇 其二就是選擇坐中港直通巴士回來 中港直通巴士的情況比較多選擇 首先第一就是線路 線路亦有兩條可以選擇 第一條經深圳下來中山 第二條線路就是經過我們的港珠澳大橋 上回來中山 再者入到中山之後 大家亦都會按照你選擇的 一個巴士公司營運公司的不同 它的上樂站點亦有所區別 首先我們目前分享的列表當中 就是中旅巴士來的 中旅巴士主要是在京華酒店 庫月廣場和交通大廈 上車站點在那邊亦都是 香港各區有上車的站點 剛剛說到的上樂站點 在香港那邊一定是非常熟 但如果來到中山 我究竟在哪個站落呢 首先在早期我們亦都有分享過 未通關前各個站點的現狀 如果大家感興趣 在下方的簡藝區亦有訪問出來 大家感興趣亦可以回顧一下我們分享的資訊 中山這邊的落腳站點 首先第一站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中山北部的港口鎮 港口鎮有個樓盤叫上城世紀公園 在它的一樓窗舖那裡有一個站點 而這個站點主要的運營商 就是我們的榮尼 接下來大家亦都可以值此參考 附近的樓盤包括港口的保利 保利國際廣場 以及一個碧桂園天際 亦都是之前比較熱門的公寓 還有一個就是中海世紀會 如果有周邊的業主看到這段影片 希望可以值此參考 第二個站點則會來到 石旗和西區的交界位置 就是中山的國際酒店 中山首卡五星級酒店 在這裏分配的站點非常多 分別有國際酒店的榮利 環島中廣通 中旅也會直達這裏 包括在富裕廣場還有多一個選擇 就是各生客運 但是各生客運 主要是針對國內各地區的一個長途巴士 這個位置除了是班市分佈得比較多 上落站點非常多之外 周邊的樓盤亦都是非常多 港澳街坊熟資的樓盤 首先就是時代美神 旁邊就是華僑城福樂海岸 再前一點就是我們的中山北站 在南邊還有中旅彩虹 中旅彩虹門口亦有中港直通巴士線路 將會開通 再者周邊亦有多不成數的樓盤 大家如果感興趣 亦可以進入我們頻道主要鏈置中 亦有拍攝周邊所有樓盤的情況 大家感興趣可以直接參考 最後我們在中山南部 有沒有上落車站點 當然是有 分別就是最熱門的雅各路汽車總站 在那裏有我們的中旅榮利 和環島中港通 都會有車停靠 再者我們前兩集視頻 亦有同大家分享過 在神灣有兩大樓盤 有我們在港珠澳大橋 珠海口岸的專線巴士 來到樓盤門口 分別就是阮陽繁花里 和南城老湖香山小鎮 隨著口岸的陸續放寬 通關亦都越來越順暢 如果大家亦都想無憂出行的話 我們公司亦都提供了我們的好房子看樓團 大家亦都可以藉此機會免費參團 來到中山這裏品嘗特色的美食 我們亦都有專人陪同一對一 和你專業介紹 讓大家可以更加完美地了解中山這個城市 視頻的最後 鎮明仔亦都做了少少的功課 想分享給大家 大家只要掃描上方的QR Code 就可以領出 分別就是我們在中山的一個旅遊小攻略 大家可以點進去 看看你有沒有想去的地方 你就可以制定你的一個旅行計劃 其意就是一些通關的小貼士 當中有很多街坊會帶頭客 究竟我們通關 有什麼不可以帶 有什麼可以帶 有什麼可以提前準備 亦都可以給大家一個詳細的參考 讓大家可以無一出行 順利通關 我們國內有一個非常完美 很好的體驗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來分享的資訊 對你在灣區佔有幫助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按下個鐘仔 在對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亦都歡迎大家在下方 留下大家寶貴的留言和評論 下期更新 可能就是你最想要的資訊 今期視頻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明仔在中心等待 我們在中心見面 拜拜